2006年8月25日星期五下午时间4点05分 今天大盘上涨到60平均线 它的位置就是1629点1630点的位置 今天大盘也就涨到1630点就嘎嘎而止不涨了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到这个地方上涨是相当困难的 酬逼是方量 今天量稍微放了一点点 这点量不管用 如果说 所以为什么说光盘教学就这点好 我都不合适于网站上不听光盘 这学习效果是相当的 这就不能比大家比 有的细节就讲不透 这个地方 听清楚了 如果没有量 即使上去了 也叫头上涨毛 因为这是一个头 这是一个大的包头 一点一点包过来的 用压 一个一个压包过来的 包了以后你再出去不是头上涨毛吗 头上涨毛全部剃掉 不牢靠的 所以这儿呢 今天上不上去 如果周一 周末出一个大利好 那星期不就好了 方量 那更麻烦 为什么呢 出一个利好 巨量上升 然后就逃跑 然后紧跟着 今天更阳险 明天更阴险 这叫什么 这叫墓碑 这反而麻烦 更麻烦 因此到了这个位置上呢 还是 还是以跌为好 还有一个呢 就像现在一样 战战兢兢的 就这个样子 走了那么长时间 几乎没涨 因为不能涨 一涨 里边人都逃掉了 也不能跌 一跌 发股票就有困难 就那么尴尬的一个局面 所以在这个K线头上呢 就很 就是刻画了这种尴尬 相当如此的 反应的这种 事况 下面来看一下 三十分钟 为什么今天还是绿灯呢 很简单 它还是在这个 暖气带的上方 但是它走到 一千六百三十点的地方呢 它往头顶上一看不对 六四平线就 到了 就赶快往下 撤退 撤退的时候呢 再链 就逃不逃了很快 就 三十分钟 K线头上也很 很这个 真实的刻画了 这种事况 那么本周呢 从这个一千五百五十八点 那就是什么银行那些 乘款那些 上上以后的 一个低点到这 走了这么一个 一周的这么一个事况 就是很不简单啦 相当不简单 银行增加率略的情况下面 还能够涨那么一点点 短线还是绿灯 很不简单的 那么下一周怎么样 下一周就是 从现在的态势看啊 就是能横走走的路就不错了 因为它头顶上就是六十平均一键 上走不行 下跌 意思也 也不容易 为什么呢 这个暖气在 还在那 所以它会有一个过程 就是一键点 一键点 一键点 这么下来 而不行了 就下来了 下来一旦就穿这个位置 那下来速度就快 下来速度就快 那就比较麻烦 所以呢 有一个过程 反正有了两三天三十天的过程 还有整个就是 本周又又又大盘故上市 那周一就是黑时星期一 光 一下 然后就到这 然后又拉上来又到这 但你拉到这呢 多方还是吃亏了 因为大家心里明白了 这没好事情 没好事情 总是做多总是吃亏 所以呢 逢高又减半 那么再从这下来 都是一样的 还是到这儿完蛋 所以呢 大盘在这儿坚持的时间呢 大概还有一周时间 这是从短线上这么 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广通呢 就是牢牢地按照这个 红绿灯操作 不吃亏了 大家发现没有 不吃亏啊 如果说 那你现在是听那些电台电路台 他那个是瞎说的 说不清楚 离开了这广通这个理论以后 要描绘整个大盘的中线趋势 短线趋势 说不清楚 还是这么一步一趋的 左一步看一看 我也好一点 好 此处基本上明白了 那么在这种事况情况下面 上上不去 盘呢 也是很勉强 下地呢 随随随地可能的 那么你说你还要设站 那不是往棺材里边伸手要钱吗 是要钱吗 这段时间 这段都应该是输的 很难赢 除非你打了很准 打了要害上面 那还可以 这种开率相当小 这个 哎呀 你不该做的时候就不要做嘛 以后做的机会多了 是吧 那么下一次 大盘从这儿这么盘好了 比如这么下来 从这儿慢慢再上去 新的一波行情展开了 新的黑马又一批一批出来 哎呦 不要太牛啊 那拿个打 打黑马不要太简单 对吧 好了 我来讲一些个股 今天呢 我们讲一些新股 这新股呢 一般来说 你就看它的这个换手率大了 193 三天换 换了将近200% 那么这换手的过程 它要涨 一跌换手一边再跌 绝对不能碰它们 一跌换手一边再涨 就有戏的 这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 比如说下一周大盘不是很好吗 能盘得住就不错了吗 做着这种个子呢 它有一个小区间 就绝不做多 三天时间 换手2倍 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 搞它一家伙 这个也是的 这个也是的 从这儿到这儿 那么长时间了 一共是12个交易日 换手了300% 既然是投资往上拉出的 那后面的方向就是向上 如果这个地方是投资往下拉出的 那这个个子有的低了 有的低了 这个个子呢 我们讲了以后不错 其实不错 难得 本周这个个子走得最好 那么 你看 它这个就是从五线之上出来 五线之上出来 然后一路上涨 哎呀 要是大盘 大盘指数 能走出这样 从这儿不是上不去吗 它突然放巨量 出去 然后一路上涨 该做好 可是不行的 不可能的 个股可以 大盘指数 不行 除非什么呢 除非中国银行扭起来了 中国银行好像盘盘 有点盘稳了 再跌了不太可能了 中国银行一根长阳线 或者一个长平板 那指数就这么长了 它整个世上像头牛一样又疯了 现在还不敢想象 那么这种个股呢 普出它的 普出这样的牛股呢 经验就是什么 就是五线之上 它上来以后 第一天在这个位置 就这个 位置上呢 它只要量放出来了 就可以 搞定它了 那么这一天如果说 你觉得还不稳当 那这一天是绝对应该搞定它 我们这一天是大力推荐的 这个手机短信也发了 网络上也发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天的量特别大 它到这以后是跳空的 那么它是那么大的量 把前面的量俘虏了 它们连成一起 那当然就往上进攻了 所以今天就把号码抢过来 原来这个号码在这里 现在8.23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抢到号码以后 它还要涨 因为这个量 跌在这个地方 这个量既然已经拿进来了 那怎么办 再把东西套套了 再从这跌下去 那是不可能的 绝部地区 比如说来一个阴线 来一个小阴线 再来一个阴线 从这再上去 这可能的 因为大盘不得很高 一般来说 这种购困了 所以量浮流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做股票 不就是做量 不就是做量 没有量的东西 你怎么做了 这个开始放量了 今天开始放量了 同样的道理 它在五线之上运行时间 还比较长 慢慢的投拉尺 那么今天呢 因为大盘不是很好 它敢于这么放量 巨大量到前面 跳一下 够得着 等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要看下一周 下一周 如果指数不是很好 它能够稍微整理一下 做一个三角形 就是弹整两三天 然后再拉起 那这个屋也很牛 也很牛 在目前这个市道上 只能做这种个股 而且还不能多做 多做还得收钱 因为不太保险的了 老师讲的 也要打个七次六次 挺多了 随着它哪根筋不灵光了 它就往下跌了 庄家出货了 不就往下跌了 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逗的个股 现在大盘不好 它表现阅望很强 突然来这个掌停板 那我也不注意了 因为我们在这儿 是已经捕捉到它了 在这个位置上 捕捉到它以后怎么办呢 就考虑你这儿上去 跟指数下跌了 因为这个时候 指数开始跌了 开始跌了 就不知道指数 是跌成什么样子 那也不知道 它往上的动力是多强 所以不敢贸然动手 眼睁睁地看着它 一天再上去 第二个技术 在这儿又出来了 还是不敢动手 因为那油水太少了 这个2% 3%的油水 就是你要非得看 滑不滑得来 你进去 其实掌停板 剧量 在指数出这期里边 今天最好的个股 明天就是一个阴险 那么如果它明天有阴险 跌到阴到这个地方 那我还不如明天买 下周一买稳当一点 因此这也是一个细节 也是我们把握行情的一个细节 就是看着它好 也明明知道它好 没有办法动手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 指数向下的冲力是多大 还有一个呢 周末的 这一周周末的消息是什么 你不知道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指数情况不好 这时候呢 往往是巨量后面 有一根阴险 那像是巨量巨量 啪啪下来两根 就躲在巨量后面的阴险 所以有时候做股票呢 你说难也不是最难 比如说你看到这儿拉起来了 拉起来确实是好 你便宜让单子准备买进 买进单子 你不要着急 把它单子放在那儿 所以晚上叫第二天 下午 第三天你来把它买进 在这儿买进 倒是真好 所以你今天看的时候 样样的 你把买入单填好 放在边上 放电脑键盘边上 那星期一来一看 嗯 赢了没有 一般来说 它即使高开 它停在上面 要填很长时间 然后又回答 那也有回答 在熊子里边 把握个股机会呢 就这么 要一定要 看清楚 那么本周呢 我们也有一个想法 搞那个利人学校 它的目的呢 就是 就是进行 魔鬼训练 非人的训练 超强度的训练 啊 所以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学校呢 我们现在 在构思怎么搞 那起码有一条 是对学员的要求 是相当严格的 不能说 阿猫 来来来来行 阿狗 来来来来行 然后办成一个 豆腐扎学校 然后人家就笑话了 广东搞了个 魔鬼学校 它全部是一批豆腐扎 一批豆腐扎 这不行 广东做事情 做一件 就是一件事 事情 实在在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学 你报名 什么呀 都是你 你都在表 表现自己 我们在这观察你 首先你要有时间 冲突亚马逊 是我军派到亚马逊 去这个 去训练的 那只有 选拔出来 没几个人过去 过去了 这五百天 就不能回家了 一天二十四小时 就在那 你不能说 我也混混了 我在上班 我也来混混 大家有一份 见证有份 绝对不行 所以我想 这个事情慢慢来 一个就是你新浪 比赛的成绩要拿出来 你新浪 拿不出成绩来 你靠边 靠边 靠边 靠了边上去 我没看见你 你这个 全军选拔 再都没通过 军区选拔 再都没通过 是吧 这不行的 还有有坚强的意志力 什么事情 你布置下去 是 结局完整任务 也这样的 不能这样 这个事情 是不是在内了一点 那个事情 是不是在内了一点 你靠边 靠边 靠边 你打个人家 不行的 像这些利人学校 那就是利人 出来就是利人 就是利人 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枪一响 就是打得 几个人上 打得很准很准 那是靠练出来 真的是靠练出来 因为我本人是军人出身 大家感觉到 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力道 这个训练 一时不够 比如说我打枪 我明明是通信兵 可是我设计 层次相当好 那怎么练出来的 我都不想跟大家说 那真是赤不赤出来 这个技术 天上不会掉下来 书本教不会你 就是这么一腔一腔练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耳朵不是很好 这个也有这个道理 那么我把这个经历告诉大家 是大家明白 这个学校不是吓风吻的 你要做出成绩来 先在新浪网上 做好这个比赛成绩 然后我还要检查你的作品 都是我们说每天舌舌画 舌舌图 你每天都要挂出来 我到时候叫人把你整理一下 你说你每天舌舌舌画 到时候少了一幅 那就不行 说明你麻麻麻麻麻的 没了回事情 都认真不训 训练不认真 所以平时的接累很重要 我们这儿一路准备起来 同学们也是分头去努力 总而言之不是斗士扎工程 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不是让全世界人看我们一些笑话 一定是顶真的 好 再见 感谢观看